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宋妹 我是主持人安娜黎 魔法門重出江湖囉 魔法門系列作品 這一次也來到了第七代 兼顧了系列作的經典要素 以及創新特色新一代 也終於露面了 而官方也表示 將會以繁體中文版問世喔 趕快來看看吧 由Lymbic Entertainment開發製作的 魔法門系列 將於今年10月再次回歸 並推出繁體中文版本囉 續作《魔法門之英雄無敵7》 描述一場即將改變神聖帝國的內亂 玩家將與六位值得信任的顧問組成議會 試圖找出能阻止戰爭的方法 玩家必須探索與征服浩大的 魔法門背景世界 並且有著複雜的經濟系統 以及傳奇怪物等著玩家來挑戰 是一款結合了深度奇幻世界 以及完整的策略體驗的豐富RPG遊戲 這一次Ubisoft宣布繁體中文版 預定將於2015年10月 於PC平台獨佔發售 預購能享有將於5月起展開的Beta封閉資格 想知道更多情報 別忘了持續關注電玩宅數配報導囉